B站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金燦榮 下面我们谈一谈 印度的自信 这个自信写出来可能得打个引号 印度的自信 打引号的自信 我们谈谈这个话题 首先我们得承认印度这几年发展挺好的 从2014年 穆迪执政以来 总体来讲印度发展相当好 去年2022年 印度的GDP就正式超过了英国 派世界第五 就把法英都甩到后面去了 这对印度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成绩 印度原来是英国殖民地 现在超过了宗族国 印度人心里挺骄傲的 发展中世界总体来讲 对这个事也是觉得挺高兴的 去年我看印度的高级官员就宣布了 他们争取五年时间 2027左右 超过德国和日本 那么从现在的趋势来讲 这个可能性也是挺大的 所以非常有可能的 就是在那个2020年代结束 就2030年前后 印度可能排位世界第三 那个时候应该是 应该是中国第一 美国第二 印度第三 我估计到那个时候 印度的目标就是超过美国 大家有意思了 所以这是一个基本情况 印度发展态势不错 所以我看新加坡著名的外交家 也是学者 Kesho 马布巴尼 就是马凯硕先生 讲了亚洲在崛起 世界的未来在CIA C China I就是印度 印度 A就是阿斯亚 就是东盟 就是中国 印度 东盟是未来世界的经济中心 未来世界的希望 以后不是West 不是西方 世界中心不是西方 是CIA 都是我们亚洲国家 一个是东北亚 一个东南亚 一个南亚 这是马凯硕先生的看法 其实我原来在别的地方 有讲过 所谓的东升西降 东升主要就是CIA 中国 东盟和印度 别的 非西方还没怎么崛起 但我们这三块 确实崛起了 总之呢 印度这个国家 现在看起来 前景挺好的 有它的那个 那个 这个 值得骄傲的地方 当然其实呢 我们做研究吧 要看两面 印度可能还是有一些障碍的 就是它的 崛起的基础 我觉得没有中国扎实 就是从存量上讲 它现在三万多亿 我们十八万亿 我们差的六倍 它跟中国是拉大的 不是缩小的 然后呢 工业基础 还是跟中国差的挺老远的 这两天 大家 是不是注意到 美国的那个 一家 专门做空 那个上市企业的公司 就在攻击那个 印度的首富吧 叫阿达尼嘛 对不对 使得它那个 印度财团的资产缩水嘛 对对 印度股票 现在打击很大 所以印度呢 它有它的 很好的前景 但是也有很多障碍啊 需要它克服啊 我讲这么多 其实告诉大家一个情况 就是印度现在 态势不错 未来呢 很值得重视 我们中国很多关心 中印关系的朋友啊 对印度有点兴趣的朋友呢 就注意到个现象 就印度这个国家 表面上挺自信的 我去过两次印度 我的理解这样 印度这个自信啊 其实有点盲目自信 实际上它 有一部分自信是真的 有一部分自信是假的 是一个 自卑心理的 一个反应 那我们先讲真的自信啊 真的自信是有一点道理的 印度首先就历史很长 印度历史啊 确实是比较久远的 印度远古的时代 就是很久啊 四五千年前 它有哈巴拉文明嘛 其实在印度河流域 今天其实是在咱们那个 好朋友啊 在巴基斯坦 就原来南亚大陆的北部啊 有两条河嘛 印度河和那个 恒河啊 南亚大陆是一个 这么一个地形啊 它北部呢 就是喜马拉雅啊 还有那个 新都库斯啊 就是把南亚大陆呢 就跟那个中亚啊 和那个咱们东北亚就隔开了啊 它本身就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半岛 那么古印度呢 其实在印度河流域啊 就今天巴基斯坦 但印度人不管呢 这个印度人说 那就是我的 所以它的那个历史 还是比较悠久的 这是它一个底气所在啊 这个另外它文明呢 很丰富啊 印度历史上很少像咱们中国这样 真的实现了全范围的统一 它历史上的统一那些帝国啊 基本上就是北部平远区 就是河流那一带 南部山区多数都是统一的 所以它就文化 这个或者文明史很悠久 另外呢文化很丰富啊 这个这是它的底气所在 还有一个呢 就是虽然近代吧 它被英国殖民了 但是靠印度殖 英国殖民反倒它统一起来 今天这个印度规模还是挺大的 人口啊和那个地理规模挺大 人口今年2023年 它就超过中国世界第一嘛 那地理规模也不小 差不多300万平方公里吧 那个而且那个水资源也还可以啊 然后那个耕地很多 它虽然比我们小 但是耕地比我们多了吧 港口很多的 知道吧 它这个那个次大陆嘛 深入印度洋 它其实港口很多的 只不过它目前没有用好而已 它港口地理条件很好的 它没用好 那个另外呢就是 它1947年独立比新中国成立早两年 那独立之后呢 在很多这个第三世界国家里面 印度影响力很大的 这个我们可能有些朋友不太知道 就是印度的侨民非常的多 到处移民 因为它人多又穷 所以它移民的传统很多的 非洲 什么马达加斯加啊 塞舍啊什么的 印度以比例很高很高的 知道吧 拿美加勒比很多地方啊 这个印度侨民很多 所以印度每年送回去的侨汇 就侨民赚的钱给祖国 给母国的那个汇款特别多 侨汇特别多 侨汇排第一 比我们中国还多 然后呢 它独立之后呢 在冷战时期 它通吃东西方关系都很好 跟美国不错 跟苏联关系相当好 另外呢就是 在那个殖民地时代 它是有一些工业基础的 英国人给它留下一个相对 比我们好的工业基础 这个坦率奖有印度朋友讲过 要是没有中国啊 印度绝对就是发展中国家里面 No.1 当然我还没有说全 就是印度军队还是相对比较能打的 当然跟我们解放军比差一些 但是它在第三世界 它挺能打的 这都是实体 当然虚的基础是这样的 我刚才不是讲吗 人的心理是这样 一个很自卑的人啊 他一定会表现特别的傲慢 印度就有这种心理 但为什么虚的呢 就是印度虽然历史很久 文明悠久 但是呢 这个历史并不是很辉煌 我刚才讲了 像中国历史上真的实现大一统 它这个时候就没有 是真的由英国人来了以后 才真正成为一个大一统的印度 以前印度就是个地理概念 它不是个国家概念 知道吧 这是一个情况啊 它历史呢 其实没有那么辉煌 第二个历史还搞不清楚 很多历史它没记载 历史是通过中国的文献的 由英国人给它恢复的 最靠谱啊 还不知道 很多是想象是用神话来弥补的 它历史缺陷比我们多 现在很坦率地讲 要讲历史这一点 中国历史最实实在在的 我们当然历史上也有照假经文这种事 但是你人就怕比一比啊 那中国是最实在的 是吧 那印度啊 欧洲啊 阿拉伯啊 那个历史 那可笑的东西多多了 所以印度虽然它历史有骄傲之处 但仔细一琢磨呢 问题挺多啊 那个没有中国这么这么吹牛的资本 它没有啊 那么近代呢 它混得比中国惨了 这个荷兰印 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去了以后 是吧 很快就征服了这个这个地方 所以呢 我们中国人跟印度人交流 还跟其他一些第三世界交流 有时候有个困难 我们呢 说我们近代啊 百年国词 很惨是吧 但是呢 印度啊 还有东南亚国家啊 他不太理解我们这个百年国词 知道吧 他说我比你惨多了 我是彻底给殖民了 他说你不就是那个 伤识了一部分主学 但是人怕比 知道吧 一比 因为说我比你惨多了 我是彻底给殖民了 对不对 而且英文人挺坏的 大屠杀 1857年印度大起义 然后印度 英国人杀人鲁马呀 另外有一些那个管理不善嘛 大规模饥荒 几千万亿多人给饿死啊 所以 要说古代史 不论我们回房嘛 近代史更惨 所以他们想起来 我觉得他们 他们一个办法 不想 一想那 那比我们那个更伤心 四心略肺 但不像中国 是革命 他是那个非暴力不合作 他社会没有改造 知道吧 所以实际上 内部团结有问题 然后社会等级制度还在 然后妇女地位低下 所以他 某种意义上讲 高工业化的社会前提不好 不像咱们那个新中国成立 是通过一场革命 那个革命是彻底改造了 中国这个社会 这是印度问题啊 古代史 这个问题很多 近代史问题很多 然后独立之后呢 社会基础不太好 然后虽然啊 东西方都投缘 然后那个 都得到不少支持啊 但是呢 工业发展的成果 跟中国比还是差很远 虽然工业体系 现在也在不断地完善 而且有很多成果 包括航天啊 军事工业都在起来 但是跟中国比还是差距很大 而且还在拉大 不是缩小子了吧 最后我们谈谈这个啊 就印度这个自信呢 是影响它的内外政策了 那个 我们强调外部政策 内部政策我不太懂就不说了 强调外部政策 外部政策呢 就印度很自信 你看他 独立以后啊 他就搞了那个叫 不结盟运动 因为 二战以后 四五年二战结束 四六年就冷战开始了 南战就是阵营 东西方阵营对抗嘛 印度独树意志 说我哪边都不跟 我走第三条道路 然后我是第三条道路领袖 一个具体体现就是他 拉了几个国家吧 斯里兰卡呀 印尼呀 满斯拉夫啊 柬埔寨呀 就搞起了 不结盟运动啊 这个事是好事儿 中国也是积极支持的 这是他自信带来的正面的后果啊 他也有坏的 就四七年印度独立以后啊 始终有一种扩张主义思维 大印度主义 他经常打周边国家 他动物的门槛比俄罗斯 可能还低 动不动打人家 对吧 然后呢 吞并那个周边领国 比如说西津就给吞并了嘛 然后不单被他控制了 过去呢 尼泊尔也是被他控制了 现在那个尼泊尔有点独立性了啊 然后把那个巴基斯坦给肢解了 深度干预啊 那个斯里兰卡内政 这就是另外一面 嗯 他那个扩张性很强 想把周边全控制住 甚至有些就直接就吞并了啊 现在如果大家去看印度网站啊 印度有一帮极端民族主义者 他们甚至想建立一个大印度 他不满足于现在的扩张啊 我刚才已经批评了 就印度是十七年独立以来 是吧 欺负周边 吞并周边 已经很过分了吧 印度内部的那个民粹主义者啊 极端民族主义者啊 不满意 他做的不够啊 他搞大印度 大印度就是要吞并巴基斯坦和蒙加拉 然后直接控制斯里兰卡 甚至啊 最极端的大印度 你去看他那个 他们画的地图啊 缅甸都是他们家的 阿联酋都是他们家的 知道吗 他逻辑是这样的 所以我不是继承了英帝国吗 那么英帝国原来的掌控范围 全是我的 然后很要命的是 西藏是他们家的 你看他要气死 这个 印度很有意思啊 就是当然这个是民间的 不是印度官方的啊 那个 我们国家那个网站呢 他在讲 有些网民也是比我们官方政策要极端 对吧 我们也有啊 谁要有网 都会有极端 我们也有 比较过分的 一个是韩国 对吧 宇宙大国嘛 全世界历史都是他们家的 最近说春节也是他们家的 对吧 然后那个圣诞节也是他们家的 现在挺逗啊 就韩国是有毛病的 韩国的网民 印度网民也挺过分的 是吧 他那个真正的那个大印度主义者啊 心特别大 你看画了个地图啊 匪夷所思 是吧 缅甸都是他们家的 阿联酋都是他们家的 我们家的那个 西藏也是他们家的 这是印度另外一面 他好的一面 就真正的自信 带来他的那个 不结盟运动 这个很好 是吧 给很多第三世界国家 寻找一个政治空间嘛 坏的一面就是欺负周边 哎呀 对中边动不动就是 这个这个 冰龙相见 这个动物门槛很低啊 那个所以这是 印度的问题啊 就是他那个 真正性假正性 合在一块吧 就导致他外交啊 两面 有好的有坏的啊 那最后讲讲这个 他这个自信对 中国的影响啊 这个 印度人呢 觉得 历史上啊 是吧 我们 接受了 从印度那里来的 佛家 当然现在也有人说 这个纳兰托啊 那个 佛祖啊 出生地是 尼泊尔 对吧 跟印度没关系啊 但印度不管 印度说反正古代都是我的 所以印度现在有一种 对中国的优越感 说你们 国家的这个 文化深处啊 有我的因素啊 因为我们中国 后来不是 如是到兼备嘛 这个实就是佛家 佛家 是外来的嘛 当然这是 就是中国化了 但印度不管呢 他说那是我的 所以这是一个情况啊 所以古代 我影响你啊 近代呢 他们这样 他说我比你早两年独立 对吧 然后我是这个第三世界领袖 不结盟运动领袖 是我邀请你参加外农会议的 外农会议确实这个邀请 是印度发出的 知道吧 印度就觉得 新中国 你是我小弟弟啊 我带着你玩啊 他有这种很奇怪的心理 是吧 那个 所以古代啊 我影响你 近代一开始 如果待着你玩的 所以对我们有一种盲目的优惠感 另外呢 就是这个具体的纠纷 他就觉得你支持巴基斯坦不对 他就觉得你把西藏啊 吞并不对 他今天 印度民族主义者还是认为我们吞并了心脏 对吧 他这个意义上讲 他是 这个对中国的主权是有挑战的 然后呢 再来一个东西就是62年10月的中英边界冲突 那个 印度人就觉得啊 历史上 这个西藏旧应该是我的 然后麦克马红线啊 那中国说法是非法的 印度是合法的 然后呢 他依据这个对我们领土扩张 扩张的结果呢 就导致了冲突 是吧 冲突的结果 他失败了 62年那场冲突 应该讲是中国人打得非常好了 印度人对此啊 那是耿耿于怀 去印度的朋友知道 你不能跟他谈这个62年 一谈那他跟你急 跟你翻脸 对吧 因为这个事对他伤得很重很重 近年来 中英都在崛起啊 国际上对印度看了也挺好 但实际上呢 这个中国比他混得更好 所以他对中国 有一种我们网民讲的 羡慕基督恨 对吧 很矛盾的这个心理 对吧 那个 所以就导致现在这个情况啊 中方呢 是很重视印度的 真的希望啊 中英啊 携手 作为两个发展的 携手并进 龙相共舞啊 但是坦率地讲 我们这种单方面的美好期待啊 落空了 印度对我们整体的态度 是比较孝极的 中方在拉他 是吧 在稳定中英关系 他不断地赚你便宜 所以你看 这些年中国花了多大的功夫啊 稳定中英关系 17年不是 习近习近乌迪到武汉 这个东湖喝茶 对不对 这个车上 喝咱们湖北的那个 恩师红茶 非常好的红茶啊 那个 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啊 国际上啊 尽量地维护中英关系 是吧 这个拉印度进那个上河组织 真的 他现在效果不好 是不是 我们做了这么大的努力啊 但效果不好 印度现在 他在讲 反华情绪很重 而且不断地挑事儿 17年动朗危机嘛 2020又有边界冲突 那个 国内 在印度国内 现在打压中国企业 然后美国又在拉他 然后印度也局部地 在靠拢美国 所以呢 导致现在这个中英关系啊 现在处在不太好的状态 事件关系啊 我们这一期得打住了 一个总的结果就是这样 就是印度这个国家呢 挺复杂 然后呢 心态也很复杂 其中心态的一个方面就是 始终存在那个打引号的自信 这个自信有一部分是真实的 是应该的 但是相当一部分 其实是自卑 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 复杂的心态啊 就导致他的对外行为啊 有利有弊 是吧 好多方面 就有时候会有很有独立自主性啊 那个敢跟西方对抗 骂西方 搞不结合运动 坏的方面呢 就是大印度主义 欺负周边 动物门槛很低 然后呢 内心啊 对中国的发展啊 不接受 对中英关系看法相当负面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国家啊 很重要 我们必须跟他认真地打交道啊 但这个国家 其实相当复杂 美国不是有个有限新闻网吗 英文叫CNN啊 上面经常有印度广告 那个印度广告最后的结语叫 Incredible India 就不可思议的印度 非常理可以理解的印度 这就是这个国家的一个特点吧 包括他心态 他那个自信啊 就是很奇怪的一个自信 但是呢 反正是这样 那个邻居嘛 是永远存在的 我想那个 不管中英关系怎么样 印度是我们邻居 这个事实改不了啊 这国家总体发展还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必须跟他打交道 所以对这个国家吧 我的感觉这样呢 要重视 要加强研究 要更好地理解 他行为的心理基础 历史基础 是吧 这样打交道就更好一点 当然最后还是要 有点像别的关系一样 跟任何大国打交道 其实我们的根基还是搞好自己 关于这个问题我就谈到这儿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